记者陈魏慈新北报道,59岁潘静妇人在阳台烧完精子后以水焦及火焰,未确认精子火苗是否完全熄灭前就将于静网楼下倒,楼下无姓住户阳台外的绿色塑胶网因此被烧焦,新北地检署金医师火烧鬼住宅及建物罪前起诉潘女。 潘妇住在新北市新庄区一处公寓4楼,去年10月在住处阳台以脸盆焚烧精子,烧完后以水焦灭火苗便将精子灰烬往楼下倒。 住在2楼的无南发现住处阳台外的塑胶网起火,生怕火势蔓延到屋内连忙提水灭火,事后发现是潘妇乱倒酿火灾,怒而提告,并指这已非第一次了。 清训时潘妇并称,往楼下青岛金区前都有泼水灭火,但坦承未确认金匙火苗是否已完全熄灭就往下倒。 检方认定潘妇应注意而未注意导致失火烧毁他人之物,因此未已故意放火论罪。